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这一章我们讲第十章轴,轴是机器中的重要零件之一,它的作用是用来支撑轴上的零件,并且传递运动和动力,大家在这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轴,那么轴也是最通用的机械零件,轴也是最通用的机械零件。 这是一个带式运输机,这里有哪些轴?电机轴,那么电机通过轴把动力和运动传递给带轮,那么带又把运动和动力传到大带轮,这里有个大带轮轴和减速器的输入轴相连, 然后减速器里边又有高速轴,低速轴,或者还有中间轴,那么减速器的输出轴又和这个滚筒轴相连,那么滚筒轴呢,旋转,带动滚筒旋转,然后带动带运动,那么带上的物料就被传到这里,这里也有一个滚筒轴, 这是一个带式运输机,在带式运输机当中有多个轴,是机器中的重要零件之一, 作用呢,就是支撑轴上的零件,把轴上的零件给它支撑起来,并且还要传递运动和动力。 这个呢,是一个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我们把它上盖拿掉了,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我们看它有三根轴,有三根轴,高速轴,低速轴,还有中间轴。 这是高速轴,在轴上装有齿轮,轴承,还有套筒,连轴器等等,这里有三根轴,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 这是涡杆传动,这里涡杆和轴做成一体,是涡杆轴,这里涡轮也有一个轴来支撑涡轮, 那么是涡轮轮,涡杆传动。 这是轮系,什么是轮系呢? 把一系列的齿轮组成的传动系统,我们称为轮系。 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一对齿轮的传动,但是在工程当中呢,通常是把一系列的齿轮组成一个传动系统, 那么这个又叫做轮系,比方说我们的变速箱当中的齿轮系统,这是一个轮系。 在轮系当中,每一个齿轮都要装在轴上,你看这里有轴,这里有轴,这里也有轴,每一个齿轮都要装在轴上, 都要装在轴上,这是轮系。 轴是如何分类的呢? 轴的主要功用是支撑回转零件以及传递运动和动力。 按照承受载荷的不同,轴可以分为新轴,传动轴,还有转轴。 新轴呢,它只承受弯具,不传递转具。 新轴只传递弯具,不承受转具。 比方说火车轮轮轴,还有我们骑的自行车的前轴,这都属于新轴。 传动轴,它只承受弯具,只承受扭矩,不承受弯具,或者是承受一小部分弯具。 比方说汽车的传动轴,这个大家常见,汽车的传动轴。 转轴,转轴呢,它既承受弯具,又传递扭矩。 既承受弯具,又传递扭矩。 比方说减速器的轴,前面我给大家看的减速器,减速器的轴就是转轴。 按照承载不同,分为新轴,传动轴,还有转轴。 每一种轴的受力情况,这大家要掌握。 如果按照轴线形状的不同,轴可以分为曲轴和直轴两大类。 轴线是直的是直轴,如果轴线不是直的话呢,那就是曲轴。 直轴呢,又根据外形的不同,可分为光轴和阶梯轴。 轴线是直的,那么外形呢,如果都相同的话呢,是光轴。 如果外形呈不同的阶梯变化的话呢,就叫做阶梯轴。 轴呢,一般是实行的,实行轴。 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话呢,也可以制成空行轴。 有特殊要求,可以制成空行轴。 比方说航空发动机的主轴,除了我们经常遇到的刚性轴外,还有刚丝软轴,还有刚丝软轴。 它可以把回转运动灵活地传到不宽敞的空间位置。 比方说振动器上就会用到刚丝软轴。 振动器上就会用到刚丝软轴。 现在啊,刚丝软轴取代刚性轴,已经用在很多的大型的机器上了。 比方说,旋挖钻机也已经用刚丝软轴啊,来取代传统的钻盖了。 这是直轴,大家看,轴线呢,是直的,轴线是直的。 在直轴当中分为光轴,你看它的直径没有变化,还有阶梯轴。 看,它这里轴径成一种阶梯性的变化状态。 但是,轴线都是直线,所以是直轴。 这是一个一级圆柱齿轮减速器,一级圆柱齿轮减速器,这是电机,这是带传动。 然后呢,这里是主动轮轴,这里是从动轮轴。 那么,轴线都是直的,是直轴。 那,但是,但是,但是是阶梯轴,这里用到的是阶梯轴。 如果轴线不是直线的,看这里,在这里,这是轴线。 然后呢,就到这儿了,又上来,又上来,然后又下来,上去。 这个呢,就是曲轴,是曲轴,这里是曲轴。 多数用在发动机当中,用在发动机当中。 你看,每一个突出部分啊,用曲轴和气缸活塞,气缸活塞联合起来, 实现发动机的不同的冲程,实现发动机的不同的冲程。 这是一个四冲程啊,四冲程的一个曲轴。 可以使发动机有四个冲程的这样一个曲轴,曲轴用在发动机当中。 这是一个内燃机啊,这是一个内燃机的一个抛开的图。 那么,运动和动力怎么来呢? 运动和动力怎么来呢? 这里活塞上下网伏运动,活塞的上下网伏运动。 在活塞上下网伏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和它相连的是一个曲柄啊, 曲柄滑范机构,这里有个曲轴。 那么,它把运动啊,通过这两个齿轮,有啊,通过这个齿轮传递给这两个齿轮。 这两个齿轮旋转来促使进气阀和。 啊,促使这两个阀门呢,上下,啊,这两个阀上下运动啊。 啊,然后,来使这个气体燃烧,把这个啊,实现这种能量的转换,就是内燃机。 脑性轴,也就是我们说的钢丝轴啊,钢丝上软轴,你看。 它可以呈现一个任意的弯曲的状态,但这里呢,有个接头啊,这里是动力来源,动力来源通过接头,这里有个接头和钢丝软轴相连,这都是设备。 对,然后这里又有一个接头和被驱动装置相连,这样就把运动啊,通过这个劳性轴,钢丝上软轴给它传递出去。 钢丝上软轴啊,一般是由几层钢丝缠绕在一起的,这是它的泡面,由几层钢丝缠绕在一起的。 转轴,转轴呢,是既能承受弯曲又能传递转距的轴,大家来看啊,这个转轴,在这里转距呢,啊,在这里转递传递进去啊,把转距传递进去,然后在这里呢,由于齿轮呢,两个齿轮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在法向会有一个FN的作用。 那么这个法向力会分解为,倾向力和这个,啊,圆周力,如果是直屎轮的话,要是斜屎轮呢,还有轴向力。 由于法向力FA的作用,那么会使这根轴啊,承受一种弯曲的作用。 那这里还有转距输入,所以它是既受弯曲又受扭矩,所以它是一个转轴,这是一个转轴,这里边连轴器也是一样。 那么转距呢,从这里边输入,然后呢,这有两个支撑点,两个轴乘是两个支撑点,是齿轮呢,受,啊,齿轮呢,受到一个FN的作用。 在这两个支撑的支撑下,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轴又受到弯曲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转轴。 新轴,新轴呢,是只承受弯曲,不传递转距。 新轴呢,又分转动新轴和固定新轴。 这个呢,是火车车轮的轴,是一个新轴。 这里边是这个自行车的前轮轴,也是新轴,只承受弯曲,不传递转距。 传动轴,传动轴呢,它是传递转距,不承受弯曲,或者是承受一小部分弯曲。 比方说,这是一个汽车,那么汽车呢,的动力由发动机传过来,经过传动轴,传给后桥,驱动后轮旋转。 这是一个红色箭条表示的呢,是传动轴,在这里,啊,在这里,啊,这是发动机, 然后,把动力呢,传递给后桥,后桥驱动这个后轮旋转。 这是传动轴的形式,通常呢,都有万象节和传动轴相连。 这里都是万象节,这里头是一个传动轴,一个传动轴。 空心轴,一般的轴啊,都是实心轴,可是如果有特殊性要,我们就做成空心轴, 比方说航空发动机,一个呢,我们可以减重,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轴的中间装一些其他我们需要的东西, 或者呢,把它作为一个,啊,润滑的一个通道,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用途,可以做成空心轴。 好,这是轴的主要类型,我们看,转动新轴,那么轴上零件呢,啊,这个轴啊,是转动的,固定新轴,轴呢,不动,轴是固定的。 转轴,既承受弯矩,又传递转矩。 传动轴呢,主要传递扭矩,而不承受弯矩,或者承受一部分,一小部分弯矩。 这是钢丝转轴,钢丝软轴,外层呢,是户套,啊,这里面有接头,这是钢丝软轴的剖面。 然后,这是直轴,还有曲轴,轴线呢,不是一条直线的,那么我们这里是一个曲轴,这轴的大致类型,我们在这一页给大家标出来。 我们下面就看一看,轴的受力,应力分析,以及失效形式。 我们以减速器的输出轴为力,来讨论转轴的受力,应力,以及失效形式。 什么是减速器的输出轴,什么是减速器的输出轴呢? 我们看,这里,这是一个一级圆珠齿轮减速器。 这里,发动机经过带传动,把动力呢,传递给输入轴。 这个是一个输出轴,输出轴,把运动和动力传递给工作机。 这里边用一个连轴器相连,就是在这里,这就是一个输出轴,输出轴,以及轴上零件的布置情况。 现在,我们就以减速器的输出轴为力,来讨论转轴的受力,应力,以及失效形式。 讨论转轴的受力,应力,以及失效形式。 什么是转轴? 是既承受弯矩,又传递转矩的轴。 所以,我们可以把新轴和传动轴看作是转轴的特例。 如果转轴的受力,应力,以及失效形式,我们都研究明白了。 那么,新轴和传动轴,也就相应的可以了解了。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转轴的特例。 先来看受力以及应力分析。 受力以及应力分析。 在AB之间,AB之间的任意界面上,只有弯矩M,只承受弯矩M。 这里是轴承,这是齿轮。 那这一点,西点又是个轴承。 D点呢,有一个连轴器。 D点是一个连轴器。 连轴器的中心,这里也是两个,A和C是两个轴承。 B呢,就是齿轮,就是从动齿轮。 在AB之间,A和B之间,B是指齿轮中心。 B是齿轮中心。 AB之间的任意界面上,只有弯矩M。 因此呢,AB之间只受弯曲应力。 在B西间的任意界面上,B西间的任意界面上,这里既有弯矩,又有由连轴器传来的转矩T。 既有弯矩,又有转矩。 所以,它既受弯曲应力,又受扭转,扭转,减应力的作用。 B西这个界面,B西。 它里面转矩由D输入,到哪呢? 到齿轮的回转中心,到齿轮的中心,到齿轮的中心。 这一段,这一段,它是承受扭曲的作用。 我们在受力分析之前,有极点假设,像我们书上提出来的,有极点假设。 有极点假设,那么把这个轴给它看作减之凉,看作减之凉。 然后呢,扭曲的作用由输入的这个连轴器的中心,到齿轮的中心,看作扭曲啊,作用的位置。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A和B之间的任意截面上,只承受弯曲,所以只有弯曲应力。 B和C之间的任意截面上,既有弯曲,又有扭曲。 所以它既受弯曲应力,又受扭转减应力的作用。 那再来看C和D之间,C和D之间的任意截面,只受扭曲的作用。 所以轴只受扭转减应力。 我们再来看应力循环特性。 对于弯曲应力来讲啊,因为轴是不断旋转的。 所以轴承受的弯曲应力呢,是对称循环边应力。 是对称循环边应力。 循环特性R呢,等于负1。 我们前面在讲应力的时候,大家讲过对称循环,那么循环特性R是负1的。 对于弯曲应力,就是这种,因为轴不断的旋转,所以它是一个对称循环的应力。 扭转减应力的循环特性是什么样的呢? 扭转减应力的循环特性R,随转距的性质而变。 随转距的性质而变。 如果转距T的大小以及方向恒定不变时,扭转减应力啊,就为静应力。 这样是静应力,循环特性R等于正1。 如果转距T的大小以及方向是恒定不变的,因为扭转减应力的循环特性的,随转距的性质而变化。 所以转距的方向及大小恒定不变时,扭转减应力就为静应力。 循环特性R等于正1。 当转距T按脉动循环变化时,扭转减应力也为脉动循环,也为脉动循环。 就是最大的有个数值,最小的数值是0,那么没有负值。 从0到最大值,再从最大值回到0,是脉动循环变化的。 那么扭转减应力也是脉动循环,循环特征R等于0。 当转距T为对称循环时,如果转距T也是对称循环,那么扭转减应力也为对称循环。 它的循环特性R等于-1。 在不知道转距的变化性质时,有时我们不知道转距的变化性质,那这时我们把转距看作脉动循环变化。 转的失效啊,一般是疲劳断裂。 疲劳断裂呢,它是一个疲劳累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累积疲劳的发展过程,可以这样讲。 那么当疲劳裂纹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突然的断裂。 这是转的弯曲批裂断裂的一个断口。 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轴上有一个初始的裂纹,这是一个疲劳源。 这个初始的裂纹呢,可能由于轴的表面情况造成了。 比方说初始裂纹呢,还有这个夹渣、漆孔啊,或者是成分偏息等等,造成了这里有一个初始的裂纹。 那么轴在不断的旋转啊,不断的旋转啊,不断的旋转啊,不断的旋转。 每旋转一次呢,这个疲劳裂纹呢,它就互相挤压,互相挤压。 多次的互相挤压呢,形成一个光亮的疲劳区,光亮的疲劳区。 是具有初始裂纹的这个截面上啊,没有断裂的这个面积,逐渐的缩小,光亮疲劳区逐渐增大啊,有初始裂纹。 然后呢,轴在旋转,这个断面的互相挤压,形成一个光亮疲劳区。 随着轴的旋转的进行,光亮疲劳区不断加大,而连接的部分没有断裂的部分呢,逐渐减小。 那么这个面积越减小,单位面积上承受的应力就越大,那当应力超过许用的啊,许用应力时,就会产生一个突然的断裂。 断裂区啊,呈现一个粗糙状态,就会产生突然断裂,断裂区呈现一个粗糙的状态。 那么你在这场生活当中啊,你可以啊,你会经常遇到这些发生断裂的情况,你也会发现啊,断裂的部位,粗糙的部位,并不只是整个啊,并不是整个的轴的截面,而只是截面上的一小部分。 其他部分,那么已经产生了很久的疲劳裂纹,然后形成了光亮区。 这是轴的弯曲疲劳断裂的断口,由初始疲劳员,然后形成光亮疲劳区,最后超过许用应力了,然后产生一个粗糙断裂。 轴的设计呢,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轴进行设计计算,这里边包括强度,刚度,以及振动稳定性等等方面的计算。 那除了设计计计算之外,你还要给出轴的一个合理的结构,也就是对轴进行结构设计。 所以轴的设计啊,分三步进行,轴的设计分三部分进行。 第一步,出定轴镜,出定轴镜。 第二步,结构设计,画草图,确定轴的各段尺寸,得到轴的跨距和力的作用点。 第三步,计算弯距,弯曲应力,以及牛键应力,进行较合计算。 出定轴镜,一般呢,是根据轴所承受的转距来进行,来进行设定的。 那么出定轴镜之后啊,你现在并不知道支撑跨距,并不知道支撑跨距和轴的各段长度,以及直径的分布。 所以你没有办法算出来弯曲,弯曲应力和牛键应力。 所以这时啊,我们必须进行结构设计。 进行结构设计是一边画草图,进行结构设计,一边进行计算。 那你在进行结构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轴上零件的定位,安装,拆卸,等等等等因素。 然后,你的草图画完了支撑跨距的位置啊,支撑跨距啊,和力的作用点也就确定了。 而一旦当轴的支撑跨距和力的作用点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作用在轴上的弯曲。 不同界面的弯曲应力,扭减应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较和计算了。 那它的一个循环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有已知条件,选择轴的材料,初算轴径,进行结构设计,计算弯具,教合计算。 如果合适的话呢,就完善这个设计。 如果发现我们选的教合计算之后,发现我们所确定的轴径,轴的结构不太合理,需要修改。 那么再回过头来,初算轴径,再重新进行结构设计,一直到教合计算合格,然后我们完善设计为止。 这个呢,就是转轴设计的程序矿图,转轴设计的程序矿图。 往往呢,有时要经过多次反复。 进来看轴的材料的选择。 轴的材料呢,主要采用碳素缸和合金缸,主要采用碳素缸和合金缸。 常用的优质碳素缸有30号缸,40号缸,45号缸,50号缸。 其中呢,45号缸应用的最多,优质碳素缸,45号缸应用的最多。 碳缸呢,它比合金缸呢,便宜,而且对应力集中的敏感性呢,还比合金缸低。 所以它适用于一般要求的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那么我们都选择这种碳缸,45号缸应用最多。 合金缸都有哪些呢? 合金缸一般用20落,40落,低碳合金缸,低碳合金缸20落,中大合金缸40落,还有35硅猛和35落木等等。 就是常用的合金缸,但是合金缸它比碳缸呢,要贵一些,而且对应力集中敏感。 但是呢,它具有更高的力学性能和更好的战火性能,它力学性能比碳缸好,战火性能也好。 在传递大功率,并且要求减小尺寸和质量,要求高的耐磨性,以及处于高温、低温和腐蚀条件下的轴,常采用合金缸。 比方说我们汽车的后桥的,汽车后桥的内对曲齿,圆椎齿轮,它的二轴,二轴也就是小齿轮轴,用的就是20落或者20落猛泰这样的合金缸。 因为它传递的功率大,而且要求有很高的耐磨性,但是我们说了合金缸价格比碳缸贵,而且对应力集中敏感。 所以它对轴上的开槽啊,开口啊,这样的要求呢,是尽量要不开槽,不开槽,不开口,而且要尽量加大圆角半径。 这是我们说第一点,合金缸对应力集中敏感。 第二点呢,在一般工作温度下,也就低于200度,各种碳缸和金缸的弹性膜量均相差不多。 碳缸和合金缸的弹性膜量相差不多,一般的碳缸的弹性膜量2.06乘1的11次方。 因此啊,相同尺寸的碳缸和合金缸的刚度相差并不太多,因为弹性膜量相差不多呀。 所以既不能靠选合金缸来提高轴的刚度啊,也就是不能靠选合金缸来提高轴的刚度。 高强度铸铸铸和球末铸铸铸也可以制造外形复杂的轴壁,比方说曲轴啊,一般都是铸铸制造的。 那么高强度铸铸铁和球模铸铁 具有价廉价格便宜 良好的吸震性和耐磨性 以及对应力集中的敏感性较低等优点 但是它材质较脆 它比较脆 去轴常用铸铁 钢轴的毛培多数用圆钢或者是断尖 各种热处理和表面强化处理 可以显著提高轴的抗疲劳强度 热处理和表面强化处理 可以提高轴的抗疲劳强度 这是轴的常用材料 比方说对于一般的不重要的轴 我们还可以选择这种普通碳速钢 比方说Q235A 它热处理采用热闸或者是断后空冷 毛培直径一般是小于100或者是 用热闸或者是断的是小于等于100 如果是断后空冷是大于100到250 抗拉强度极限 它的抗拉强度极限是400到420M帕 下面这个是375到390 区幅极限 习根码S是225 这里边有215 弯曲疲劳极限是170 减切疲劳极限是105 取用弯曲应力是40 Q235取用弯曲应力 -1 习根码-1是代表这种对称循环的是40 它用于不太重要 以及数载核不大的轴 是不太重要数载不大的轴 这个并不是很常用 非常用的最多的是45号钢 热处理通常是采用正火或者是调制处理 正火处理用的是毛肥直径小于100和从100到300 如果毛肥直径小于100的话 硬度是170到217 抗拉强度极限590 屈腹极限295 弯曲疲劳极限255 剪接疲劳极限140 取用弯曲应力是55 正火的 如果直径是在100到300之间 我们看它的硬度是162到217 抗拉强度极限反而降低了20mP 然后屈腹极限也是降低的 弯曲疲劳极限也降低 剪接疲劳极限也降低 可是许用弯曲应力没有降低 如果采用调制的话 它是用在直径小于等于200毫米这样的场合 硬度我们看提高了 调制以后硬度是增大了 硬度增大之后 抗拉强度极限这里边增大了 抗拉强度极限增大了 屈腹强度极限也增大了 弯曲疲劳极限也增大了 剪切疲劳极限增大了 取用弯曲应力也增大了 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热处理方式 来达到提高材料的疲劳强度这样一个目的 这个45号钢应用是最广泛的 合金钢上面是碳钢 这优质碳素钢 普通碳素钢 合金钢40落 中碳钢 中碳合金钢 这处理方式采用调制的话 也是分这两种直径 我们看它的硬度值 合金钢的硬度值 你看比这个碳钢也是提高的 241到286 再来看抗拉强度极限 730 屈腹极限 弯曲极限 剪切疲劳极限 你看取用的 弯曲应力 40落 中碳合金钢要比优质 碳素钢也是中碳的 要高 要高 这是直径不同 我们看直径增大 相应的下面的疲劳极限 都是降低的 40落 调制 我们看 它呢 不如40落 不如40落 这里如果是小于100的话 它的硬度呢 高于40落 那么疲劳 这些个抗拉强度极限 屈腹极限 弯曲极限 剪切极限 还有使用应力的值 是比40落高的 是比40落高的 那么如果直径呢 在100到300之间 那它的各项值 又低于直径小于100的 这样的一个 对于疲劳强度的这样一个值 但是使用应力不变 这是用于一个很 用于很重要的轴 用于很重要的轴 那来看 38规蒙 采用调制处理 采用调制处理 那它各项性能啊 和40落 涅是相近的 但是从这个数值上来看啊 从数值上来看 它比40落 涅要低一些 抗疲劳强度 要比40落涅低一些 可是它很接近 用于重要的轴 用于重要的轴 请能接近40落涅 38落木铝A 调制处理 我们看 它的硬度呢 也要高一些 然后呢 抗拉强度极限 屈服强度极限 弯曲疲劳极限 还有剪辑疲劳极限 还有续用弯曲应力呢 又比上面的这两个核金钢 还要高 用于要求高耐磨性 高强度 且热处理 这里面是氮化 变形很小的轴 这是中碳核金钢 再来看低碳核金钢呢 20落 渗碳 战火 回火 热处理方式 一般毛皮直径啊 是小于60的 毛皮直径是小于60的 渗碳之后的硬度啊 可以达 落实 上面都是布式 它下面是落实了 落实硬度要比布式硬度要高 56到62 然后 康拉强度极限 640 区幅强度直线 390 弯曲疲劳极限 305 简洁强度已经160 取用弯曲应力呢 也是60 取用弯曲应力 也是60 又要求强度 级韧性 均较高的轴 这里有韧性要求 落实三条质 我们看啊 它的取用弯曲应力 比较高 但是呢 它的抗疲劳 抗疲劳强度的能力啊 也比206要高 对于腐蚀条件下的轴 这里一落实八涅 九 钛 可以经过沾火处理 分不同直径 那么它是用于高低温 以及腐蚀条件下的轴 这里QT是琼摸铸铸铸 琼摸铸铸六百指三和琼摸铸六百指二 铸铸呢 一般不经过热处理 然后硬度呢 也是一个不适硬度 一个不适硬度的值 这是它的抗疲劳极限 抗疲劳极限 它是用于制造复杂外形的轴 这是轴的常用材料的情况 啊 常用材料的热处理 毛辉直径 硬度 抗拉强度极限 屈腹强度极限 疲劳强度极限 剪切疲劳极限 使用弯曲应力 还有应用场合 那么通常啊 我们在前面啊 讲这个轴的设计流程的时候啊 第一步呢 要估算轴的最小直径 通过估算轴的最小直径呢 作为结构设计的依据 轴的直径的初步估算有哪些方法呢 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个是类比法 类比法 类比法呢 就是参考同类已有的机器轴的结构和尺寸进行分析和对比 那么同类机器已经有了 我要设计和它一个类型一致 就是参数不一致的 那么我们可以和同类进行对比 如果这个参数啊 你这个传递的运动和动力 大于已有的机器的话 那你这轴径呢 就要比已有的轴径要大 反之呢 就要小 第二个呢 是经验公式 经验公式呢 是根据什么来估算的呢 高速输入轴的直径地 可按和它相连的电击轴的直径地估算 一般呢 这个高速输入轴的直径是0.8到1.2倍的电击轴的直径 因为通常呢 高速输入轴和电击轴要通过连轴器相连 通过连轴器相连 那么它们轴径啊 不要相差太多 所以这里最小啊 不能小于0.8 最大呢 不能大于1.2 否则呢 连轴器啊 制造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那么各级低速轴的直径地呢 可以按同级齿轮传动中的中心距A来估算 假定中心距是A的话 同一级啊 这个中心距是A的话 那么低速轴的轴径呢 是0.3到0.4倍的中心距 就是按照经验公式 类比法和经验公式法都是比较粗糙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按照扭转强度计算 按扭转强度计算 那这时呢 我们只考虑扭转强度的作用 只考虑扭转强度作用 至于 只考虑扭矩的作用 至于弯矩啊 或者是表面性质对轴的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取用应力的方法 来考虑进去 按照扭转强度计算 那么T呢 等于承受的转据比上一个抗扭 截面模量 对于轴类 我们可以近似的用0.2倍的D的立方 来表示WT 9.55乘以10的6次方T比上N 然后这是一个T 再比上一个WT 小于等于一个许用的减应力 或者是直接把轴径写出来 让它大于等于根号下这么多的开立方 然后我们把常数部分提出来 常数部分提出来 就是9.55乘以10的6次方0.2倍的T 提出来 里边就是P比上N了 这一个常数部分提出来 可以用一个C来表示 这个C我们书上给了一个表格 它呢 是考虑了弯矩的情况 考虑了材料的表面状况 等等等等 这是算出来的 最小的直径 按照扭转强度算的 轴的最小直径 如果当最小直径 抛面上有一个建槽时 我们把算出来的这个直径呢 增大5% 如果当最小直径 抛面上呢 有一个建槽 我们把这个直径呢 就增大5% 比方说我们算出来 这个最小直径是地带等于22 但是呢 这个轴径上呢 有一个 抛面上有一个建槽 那么我们最后算的就用 1.05乘以22 是最后要选的轴径 那么轴径呢 也有标准系列 要有标准系列 除了5以外 最好不要选积数值 要选偶数 如果有两个建槽时啊 我们建议把轴径呢 给它增大10% 增大10% 然后原整 原整为标准直径 标准直径系列呀 这个我们的机器设计手册上 都能查到 就是原则上 我们不选积数 除了5以外 原则上我们不选积数 要选偶数 初步估算轴径之后啊 我们按照扭转强度啊 可以按照扭转强度 那么按照这个 前面讲的啊 类比法 经验公式法 抗扭 按扭转强度计算 初步估算 最小轴径 这里边呢 是第三种方法 按扭转强度计算 估算的最小轴径啊 要比前两种 要精确一些 初步估算轴径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 轴的结构设计了 但是轴的结构设计啊 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轴的结构设计 要满足哪些要求呢 第一个 轴应该便于加工 轴上零件呢 应该便于装拆 轴要便于加工 轴上零件应该便于装拆 这个呢 是制造安装要求 第二个要求呢 轴和轴上零件啊 要有正确而可靠的工作位置 这个呢 是定位和固定的要求 什么是制造安装要求 什么是定位固定要求 我们下面不要讲 第三个我们必须考虑的 是我们要提高轴的强度 比方说啊 我们要避免应力集中 要考虑轴的制造工艺性 等等等等 我们下面还是以减速器的 低速轴为例 来加以说明 轴的结构设计时 要满足哪些基本要求 这是一个展开式 二级圆柱齿轮减速器 这里是高速级啊 中间级 这是低速级 这是低速级 那低速级上都装有什么呢 轴承 齿轮 轴承齿轮 那么还有套筒 等等等等 我们看怎么样满足前面的啊 怎么样满足前面的这三个要求呢 先来看制造安装要求 这是这个减速器的低速轴 我们来看轴上都有什么呢 这是轴 轴上有连轴器 这里是轴承盖 轴承盖 这个呢是箱体了 这是箱体 这是轴承 箱体并不直接装在轴上 这是轴承 装在轴上的 那么这里是套筒 这里是齿轮 这里是齿轮 这里又是一个轴承 这里又是一个轴承 这是轴上啊 轴啊 轴的形状 以及轴上安装零件和布置的情况 我们的制造安装要求呢 要便于拆卸 便于安装 便于制造 制造安装要求 就是便于拆卸 便于安装 便于制造 通常呢 轴要做成阶梯状 要做成阶梯状 为什么做成阶梯状呢 是便于拆卸和安装 便于拆卸和安装 我们来看 这个齿轮呢 我们从这里 开始往这边看 装配的顺序呢 是先装齿轮 再装套筒 再装轴承 再装轴承盖 再装连轴承器 那你想一下 如果这几段啊 一二三 这三段的轴径 大于四的轴径的话 那齿轮不就安装不进来了吗 所以要求三的轴径 要比四小 那么在三上装有轴承 就要求呢 二的直径要比三小 二的直径要比三小 这里装有轴承盖 那么这里面有个定位轴紧 所以要求一的轴径 要比二小 反过来这一端 我要装入滚动轴承 装入轴承盖 装入滚动轴承 装入轴承盖 所以这个轴啊 为了安装和拆卸方便 通常做成阶梯 有些可能会问 那么我做成光轴行不行 光轴通常理论上 轴上零件 那么我加大内孔的话 可以安装进去 但是 这么长的一个安装 这么远的一个安装长度 在安装和拆卸的过程当中 会严重的破坏掉轴的表面质量 会严重的破坏掉轴的表面质量 会形成划痕等等等等 破坏它的进度 所以一般呢 为了拆装安装 通常把这个轴啊 做成阶梯轴 另外为了安装的方便呢 轴端应该有导角 轴端应该有导角 这个地方有导角 这里边也有导角 在磨屑的部分 磨屑的部分 这里需要磨屑 那么滚动轴承啊 需要靠近轴的这个端面 所以这个外缘和这个端面 这轴来说是需要磨屑的 那么磨屑的部位呢 要有沙伦月成槽 这个槽 这个槽就叫做沙伦月成槽 我说这些术语 大家要记住 因为我们后面呢 可能要进行结构改错 要进行结构改错 那么加工有裸纹的部位呢 还要有退刀槽 还要有退刀槽 剑呢 应该靠近端部 不往这边靠 要往这边靠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在安装时 让轮骨上的剑槽 和剑呢 较早的配合上 多个单件 同一根轴上 如果有多个单件的话 尽量选用相同的宽度 使剑的宽度相同 并且乘180度不止 使剑的宽度相同 乘180度不止 这是为了一次装墙 就可以把几个剑槽 同时加工出来 那么如果你只是在180度上了 可以 虽然可以一次装墙 但是需要换刀 需要换刀 如果是宽度尺寸相同 又在180度上布置 我们不需要换刀 也不需要重新装墙 这是便于制造 再来看固定要求 固定要求 那轴上零件的轴向固定 都有哪些种方式呢 第一种轴间固定 所谓的轴间 也就是阶梯轴上 轴径的变化处 阶梯轴径产生变化处 这个地方是一个轴间 这个地方是一个轴间 那么在这里也是阶梯轴 轴径有个变化处 这里也是轴间 轴间固定啊 是轴上零件 最常用的固定方式 它可以承受很大的轴向载荷 可以承受很大的轴向载荷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看看 这里有一个轴间 四和五之间的轴间 使齿轮不能够向右移动 六和七之间的轴间 不能使右边的滚动轴承 向左移动 再来看哪里还有轴间呢 我们来找哪里还有轴间呢 这儿 一和二之间的轴间 不能使连轴器向右运动 这是轴间固定 轴间圆角半径和轴上零件 圆角半径有一个关系 我们为了使轮毂 紧靠在这个轴间的端面上了 我们要使轴间圆角半径R 轴间的圆角半径R 小于轮毂的圆角半径大R 小于轮毂的圆角半径大R 或者使轴间的圆角半径小R 小于倒角C1 是轴间高H 轴间的高度H大于C1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要留出来靠紧的一个平面 要留出一个面的位置 这都有要求 好 这一点我们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谢谢大家